因疫情影響为了避免群聚感染的情况 县府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全面停办 而近期疫情较趋缓 社区活动陆续开办 但老人共产活动的部分也一样暂停 让长者利用餐盒打包的方式回家自行享用 餐盒的支出费用也成为社区的负担 日前县议员尤鸿达也到餐盒社区关心 判协助改善问题 当然我们用到我们的餐盒 就增加我们社区的支出 我们社区本地就是都没经费没预算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管政府 竟然有这个好的政策在推动 那一定要做国家尽三尽美 因为这都会增加到我们社区的材质压力 先云尤鸿达表示 将和社区老人共餐配合县府政策 利用餐盒打包的方式让长辈享用 但餐盒的支出费用也成为社区一大负担 也希望县府这边能够提供餐盒 改善社区餐盒支出费用不足的问题 因近期疫情较趋缓 社区活动也陆续开办 而老人共餐部分也一样暂停 改善餐盒打包外带的方式 让长辈自行回家享用 县议员由鸿达表示 希望县府能够提供餐盒 给各社区及共餐站等等 改善餐盒支出费用不足的问题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 相机穿出费用不足的问题